在这个今天这个思维漫游这一节里面呢 我们呢把这个话题呢 从这个比较抽象的宗教理念呢 转到一个最伟大的科学家 转到爱因斯坦 在前面几节呢 首先我们是这个讲了Spinoza的这个哲学的 尤其对神和上帝的认识 同时呢上一节呢 我们更把他的这个这个泛神论这个概念呢 把他从不同的角度呢 把他阐述了一下 那么这个泛神论这个这个概念实际上呢 就是说比较信奉这一种泛神论的这个著名的一些名人 我们前面也提到有林肯 有贝托芬 有爱因斯坦 有这个 这个像什么卡奥塞耶 今天呢我们就是把这个话题呢 还是回到爱因斯坦 像爱因斯坦的这个这个宗教和这个对上帝的认知 这个我在以前的几个讲座里 在不同角度比较简单的提过 但是这里边呢 我把它在今天这一节呢 把它稍微详细的讲一讲 有几个原因 第一呢 我们知道爱因斯坦是在这个人类文明 在人类科学史上是一个巨匠 OK 巨匠以他可以和他同在同一个层次上 同同一句话里提出来的 实际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几个人 一个是牛顿 一个是爱因斯坦 可以就是才还有一个伽利略在科学史上 所以他的一个对人类的这种这种这种科学的这种认知 对人类的这个世界宇宙的认知 可以说是贡献 可以说是最大的 在在今天可以说 很有意思 就是说他实际上是生活在二十世纪的这个 他一九五几年去世的 我原来在这个美国念研究生 在普林斯年研究生的时候 很有意思 还碰到一个老太太 一个德国老太太 当时呢 我碰到他的时候 通过另外一个一个德国老奶的介绍 我就是去他家去聊天 当时那个老太太已经有九十岁了 好像将近 就是德国人说话 德国口音很重 然后他就把他床前的一个照片 黑白照片给我看 他说你看 他和那个爱因斯坦的年轻五几年的时候 四几年五几年 刚到美国的时候照的相片 两人显得很亲密 别人就开玩笑 他说那时候爱因斯坦跟他关系相当的密 亲密 然后那个爱因斯坦还签了字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就那个时候就是一九八几年的时候 这个爱因斯坦 这个同一时代的人已经将近九十岁了 Anyway 这个 因为爱因斯坦五几年去世 数据已经七十多岁了 已经七十七七了 七十五七十六了 爱因斯坦呢 他呢 这个 这个我们讨论爱因斯坦的一个中心的话题 就是爱因斯坦到底是不是 这个信教信宗教 OK 因为我前面已经从不同角度看到 这个信宗教和信神和信上帝 这两个概念呢 其实不是画等号的 OK 不是画等号的 那么我先第一 第一呢 我先把它讲的比较清楚一些 就是爱因斯坦不信教 OK 这个里面 下面我们会讲这里 他从哪个角度不信教 但是同时在这一节 我们就会 还会讲什么呢 爱因斯坦呢 相信上帝存在 他的上帝就是那个泛神论 就是Spinoza的那个上帝 好 先说他对宗教的看法 他不信教怎么看呢 当然不信教 你一种说 他从来不去church 从来不去教堂 那就不信教 其实那也不一定 因为有些人 他一辈子不去教堂 但是他可能在他心里面 他还是相信读圣经啊 或者相信那个宗教那些东西 但是爱因斯坦呢 在这上呢 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 他是不相信任何的宗教 他在宗教的理念上的看法呢 实际上呢 是从他的这个过去的讲的话里面 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这一点呢 实际上在今天 至到今天 还有很多被错误的引用的 OK 就是说很多人说 爱因斯坦 都讲过 好多次提过上帝 提过神 因此爱因斯坦信宗教的 其实不是 OK 爱因斯坦其实并没有信 现在的传统宗教 他不信 这里面我们就是讲一些 他在他那个 在他的有生之年呢 这个很多的写的文章 说的话里面 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首先呢 爱因斯坦呢 在他的年代上 这个无神论这个概念 还是仍然不是一个 很大家能接受的 Atheist 只要到今天 可以说是 已经被 被这个 很多的这个 西方国家接受 尤其在欧洲 在美国还少 一届的 欧洲更多 但是爱因斯坦呢 在这个五几年 四几年 三几年的时候 他就说过 他说 I'm not an atheist 他说我不是无神论者 因为他 他相信他的那个 Pantheism OK 后面我们会讲 但是呢 这个呢 这一点呢 实际上呢 就是那个 有很多人呢 就是说这个 把这一句话呢 就给误解了 这就是对 为什么对爱因斯坦 这个有很多误解 就是误解 就是他说 我既然不是无神论者 那大家自然说 就因为说这句话 我们就说 爱因斯坦实际上 是相信宗教的 是信教的 He is religious OK 他是信教的 其实这个概念 是完全不对的 OK 我们再从前面讲的 能看出来 就是你不是无神论者 并不代表你 就是相信宗教 你有可能是个 Pantheist 你可能是个 泛神论 而他真正对宗教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看法 尤其对传统宗教的看法 实际上在他早年 不是很清楚 他早年 当然是在这个 零几年 一几年的时候 他他主要的 这个全部的 这个身心 全是花在他的 相对论 狭义相对论 窄一窄一相对论 但是呢 从了一九 一几年以后 自从他的这个 广义相对论 被这个 被验证了 被经过那个日识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Arthur Edmonton 英国的那个 很有名的那个 实验物理学家 把他验证以后 他一下声名打阵 就是全世界 一下就全都知道 是爱因斯坦是谁了 因为他这个理论 就是太 太有这个突破性 太有这个 这个就是等于是 彻底打破了 传统的人们 对经典物理的理解 就是牛顿物理的 那个理解 然后打破了 而且呢 被实验给验证了 这个简直太了不起了 所以到了一九 三几年的时候 他已经是全世界 就可以说是 你要是从玄学 当时挑一个 最有名的科学家 那就是爱因斯坦 OK 在三几年 他就已经是世界 这个这个包括 不光是包括 这个美国 德国 就全世界 全都知道 甚至他在 在三几年四年 还去过日本 那时候日本 实际上的科学 是很落后的 他去日本访问过 但是呢 就是说呢 他的真正的 这个前面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他真正的这个 对于神和上帝的理解 是Spinoza的 那一种 泛神论的理解 而不是传统宗教的 而他对传统宗教 这本身呢 他不但是不接受 他还有很强的反感 所以这个传统宗教 我这个话就用传统宗教 实际上在英语里 叫Organized Religion 或者叫Institutionalized 或者是Institutional Religion 所以Organized Institutional 就是这种有有教会 有教堂 有主教 这个教 那个教 就是有那么很有组织性 很强的这种 这种宗教 那就是说 尤其是天主教了 对吧 天主教甚至包括 Protestants 包括伊斯兰 这都是很有组织性的 因为今天我们一说宗教 就是大家到时候去教会 去祷告 去什么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神父 教父 这些人 这都是组织性的宗教 OK 而他的这个宗教 就是安因斯坦的宗教 和这个Spino的宗教 实际上 等于是一种理念的宗教 我就是一种理念的 对上帝的一种认知 和这个现在什么 圣经什么都没关系 好 那我们看看安因斯坦 在这上是怎么看的 OK 首先呢 他认为呢 各种各样的宗教 所有的宗教 他认为所有的宗教 都是primitive superstitions 你就看安因斯坦 对宗教的这种评论 实际上 他是很 很负面的 但是primitive superstition 意思就是很原始的 很幼稚的 那种迷信 OK 在他眼里 宗教就是迷信 然后呢 他说呢 I did not believe in any holy scriptures 所以holy scriptures 就是这个宗教 就是这个 尤其这个什么 这个圣经里面 讲的很多故事 他都不相信 当然这里有些东西 你不能说是都不相信 因为这个圣经里面 他有基本的成分 有两种 按我讲的 就是有两个成分 一个成分呢 是讲什么呢 是讲道德理念 道德观的 讲就是什么样的事 是对的 什么样是错的 当然他是从这个宗教的角度来讲 你这样做上帝会 讲上帝会 怎么怎么样 但是他讲的道理是对的 OK 就是不作恶 不去杀人 不去放火 就是我说点 话是这个意思 就是什么道德上的一些 一些理论 一些说教 这一种东西呢 你不能说不相信 这些东西 他本身没有 没有 fact 他只是说教你应该 什么样做 做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OK 这是道德性的东西 另一种 另一方面呢 在这个scripture里面 就是在这个宗教里面 圣经和这些 这些或者圣经 或古兰经 这些里面 他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奇迹 那种神的预言 神的奇迹 就是在今天 你是不可能 你可违背物理规律的 这些东西 对爱因散来讲 他说I don't believe any of that OK 对于这种东西 他肯定不得 believe 同时呢 他呢 这个爱因斯坦呢 明确的表示 他不承认任何的这种 institutional religion 或者是institutional 这个organized religion 就是这种什么 什么教堂了 教会了 什么这种 这种组织性的 有组织性的 这种宗教活动 他都认为 这都是不能接受的 OK 因为他们没有权利来告诉我 要信什么 不信什么 你在那组织一起去讲 他们这个我不能接受 这是安散不能接受的 然后呢 他认为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生命 就是人的灵魂不存在 就是人死了就死了 死了灵魂就没了 不会说你这个灵魂登上天堂 下地狱 然后有什么reward和punishment of divine rewards or divine punishment 就是上帝会惩罚你 会奖励你 因为你在世界上 做了什么什么事情 死后以后怎么样 这些东西 他都完全抛弃在外 这想起 这不就是pantheism 这不就是spinoza说的那些吗 他人 而同时呢 他指出来呢 世界上没有奇迹 没有mysticism 和没有miracle ok 所有的奇迹 或者全是那种神话 神说就那种 那种那种什么水变成油 什么什么moses 站在红海上 哗了大手一挥 那红海就分开了 这些东西 他都认为这都不存在 后边我们会讲 这个奇迹 这个本身 这个理念 是是怎么样 从宗教到现在 是怎么样一个认知过程 这个后边 我们还会讲 同时呢 他也不承认 有任何prophet 和什么savior ok prophet 像这个什么 这个耶稣 耶稣这人 他很肯定 他也不一定说 否认这个人 从来不存在 这他不会 但是呢 他不认为 耶稣和别的普通人 那种先知性不存在 ok 所以先知就是 他能够和上帝通话 他代表了上帝 跟你讲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爱因斯坦也不承认 同时呢 爱因斯坦认为呢 世界上的生命 世界上的一切 是没有目的的 ok 没有目的的 ok 就是no teleology 前面我们讲过 teleology 没有目的的 那么宇宙中出现的 这些大自然的奇美 大自然的顺序 大自然的有理性 大自然的这种 就是这种 这种 这种自然的出现 现在这种很多东西 都显得很 很神秘的东西 这对他来讲 都不是因为 divine purpose ok 都是大自然自己固有的 然后呢 他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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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生不老 不存在 生命以后 这个灵魂 不会留下来 他甚至自己说过 他这是 爱因斯坦自己说 one life is enough for me 就是我能活这一辈子 就够了 这意思就是 我不想去 是想我将来死以后 怎么怎么样啊 这这都是 这都是那个 爱因斯坦说的话 然后呢 他从来没有参加过 任何宗教仪式 也没有去过教堂 也没有去祷告过 所以呢 这就是爱因斯坦 这个对宗教的 基本的态度 ok 基本态度 呃 那好 下面后面呢 我们会看 那是不是他否定了 上帝存在 不是 他对上帝 这看法就是 pantheism 他说了 下面我们会讲的 说的一些重要的 一些 在他 在他 这个 这个 写的东西里 或者跟人的讲话 里面讲的一些话 我们把它 介绍一下 同时呢 他认为呢 这个 这个 各种各样的 ok 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 就是这个 这种organizational 或者是institutional religion 这种 什么基督教 天主教 这些宗教 这个之所以存在 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一些本性的 一些本来的本性 造成的 ok 这些本性 有哪些呢 这是安斯坦说 实际上这 这听起来是 不过安斯坦 这和什么 什么David Hume John Locke 甚至拿破仑都讲过 ok 就什么呢 一个是fear 一个是social and moral concerns 另外一个是cosmic religious feeling 这个呢 实际上是fear 显然是恐 害怕 害怕将来死了以后 就完了 一切都完了 那我这死后 是不是应该有个什么 灵魂留在这个 留在这个 这个这个宇宙间 然后这个到上 上天堂下地狱 我才不 所以这个人就是 对死亡的一种恐惧 ok 就是延伸了一种 对宗教的一种心理寄托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当然是社会和道德上的一种 一种一种底线 就是有宗教来来来来来 来帮助社会呢 稳定住 大家大家都有一定宗教信仰 就不会去干那太缺德的事 ok 还是回到我前面讲 这个像在中国 现在那种 就是为了迎头小力 他可以可以去干那个 干那个卖假药 这个什么 什么掺甲 掺 掺 什么什么受肉精 ok 为了一个什么 为了赚钱 他可以让所有的人去吃那个什么板栏根 这都是太缺德了 就是就是就是他们没有一个基德基本道德底线 那么这种道德底线呢 实际上宗教是可以提供的 还有呢 就是这个 这种cosmic religious feeling 就是对大自然 对宇宙的一切的那一种敬畏 产生一种神圣的这种宗教感觉 那么这种感觉 所以这是三个感觉 第一个是对死亡的控制 第二是社会和道德底线的约束 第三个呢是对大自然的美妙的这种神圣感 这三个感觉呢实际上是pantheism只有第三个没有前两个 ok就是对大自然 这也是爱因斯坦的 那么爱因斯坦的这个这个上帝呢 所以所以就说他前面说了 I'm not an atheist 我不是为无神论 换道道过来讲 并不是说这些这句话意味着我是信教的 而是说 我有我对上帝的理解 所以我不是atheist 我相信有上帝 或者相信有神 只不过爱因斯坦的上帝呢 他不是宗教性的上帝 而是一个哲学型的上帝 就是爱因斯坦的神 was a god of philosophy not that of religion ok 那么这种呢 就是一种哲学理念上的这种上帝 这是爱因斯坦的上帝 所以呢 这是这是基本对爱因斯坦的这个宗教的信仰的一个基本评估 那好 我们先再看看 既然是哲学上帝 那他在哲学上 他有哪些基本的理念 爱因斯坦本身不是一个哲学家 ok 他是一个一个一个物理学家 但是物理实际上 所有的 尤其近代物理 什么 你真到了一定的层次 他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哲学 in fact 哲学的理念 在这个 在这种像爱因斯坦这种物理里面 是每一个很多细节里都渗透着一些哲学上的一些理念和哲学上的思考 还是回到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首先 爱因斯坦是个是个genius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个是个天才 像他年轻的时候 幼年的时候就非常非常聪明 他在幼年的时候就开始读哲学的著作 ok 他自己说过 他当时那时候可能读的不是那个什么 他又年时候读过康德 看 Emmanuel Kant 读过David Hume 读过那个 马赫 ok 马赫这个 这个这是在他的年代的时候比较有名的一个哲学家 但是我是不是对这个人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David Hume和康德 这都是在这个西方哲学史里都是巨匠 非常有名的 这些哲学家的一些哲学理念呢 是爱因斯坦呢 在对世界的看法呢有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看法 因为在哲学看哲学家在对世界的看法上有基本可以分成两个 两个层次 第一层叫rationalist view 第二层次呢叫impericist view 这个后边我们会仔细讲 rationalist view意思就是说对世界呢 可以这个世界呢可以通过你的理性思维 理性思维来理解 所谓理性思维就是一加一等于二 ok 那么一加二呢就等于三 ok 一加五就等于等于六 就是这种理性的完全是就是从你的这种 这种感觉你知道这个像就像数学一样 ok 你可以一步一步推出来的 这是一部分人对世界的理解 另一部分世界的理解呢就是impericist 就是感性的或者就是经验型的 就是你世界你看得见的摸得着的 这些东西和你的理解不应该有矛盾 和你的理性理解不会 理性思维不应该有矛盾 和你的感觉感知也不应该有矛盾 ok 也不应该矛盾 所以这个就是说换一句话说 你对世界的理解呢有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是靠你的抽象思维 还一个层次就靠你的实验数据 ok 这两个必须结合在一起 所以呢从这点上来讲呢 他呢本身爱因斯坦呢 他这两年他都有有比较强的这种 哲学这种理念就是 因为Kant和Hume都是在这样很强调 第一呢他的理性思维 就爱因斯坦的理性思维呢 实际上呢 就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 所谓的thought experiment 就是这种思维试验 就是完全完全抽象的去想象 ok抽象的想象 由于他的这种抽象思维能力 使他最后得出什么结论呢 绝对空间不存在 绝对时间也不存在 ok 绝对空间不存在 绝对时间也不存在 而且呢我们不应该是这宇宙的中心 这个就是 不是宇宙中心 当然这不是他的第一次想到的 就是在 在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地方的所有的物理定力 在宇宙的任何一个地方 应该是一样的 这个上手和Pantheas和这个Spinoza的这个这个哲学理念是一致的 就是我这个物理定律在宇宙的任何地方不应该有区别 只要物理起的条件是一样的 它的定律就是一样的 ok 所以这些理性思维呢 实际上呢 可以说是 是基本上奠定了他的这个 狭义相对论的这个这个发现 那么狭义相对论当然也不光是理性思维 还有一些实验思维 因为那个什么Michael Samori 就是在那个Case Weston的那两个科学家演证 没有仪态 这个对他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对他的狭义相对论 然后呢 这个谁这个 这个这个Maxwell OKMaxwell的麦克思维方程 对他的这个狭义相对论也是非常关键的 而这些呢 麦克思维的方程当然是基于法拉第 而法拉第是什么 是实验物理 OK Michael Samori也是实验物理 所以他的这个 这个在实验物理的已有的证据条件下 进行利用他的一个充分的这种 超超强的这种理性思维 得出了他的狭义相对论 那么他的广义相对论呢 一样 广义相对论当然有很强的理性思维 也有很强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实验认知 那么实验认知 首先一个他就是最这里最关键 最关键的一个概念什么呢 就是重力和加速度是等同的 这个结论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人去证明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今天来说 我去证明重力和加速度 实际上是一码事 你怎么去证明 你无法证明 但是爱因斯坦呢 他就以这个为他的 广义相对论 作为他的最基本的起点 因为什么 他知道这两种 重力和加速度对人的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你如果在一个加速度的一个无重力场的加速环境中进行均匀加速 你产生的感觉和你在一个均匀重力场中 感觉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那他就应该是等同的 OK 就是等同的 所以这就是imperious view 这种imperious view 就奠定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的发现 OK 整个发现的过程上 最基本最基本的这个概念 就是重力和加速度是一码事 OK 是一码事 在这个上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最基本的这种 这种equivalent的这个theory 可以去推出来 为什么 OK 为什么这个光线在重力场中会减速 为什么光线在重力场中会拐弯 这都可以用刚才这个equivalent theorem讲 这全是基于imperious那种感觉 好爱因斯坦呢 还是回到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他在他的年轻的时候呢 清晨的讲了 读了很多的书 包括Count 包括Plato 包括David Hume 包括这个Sopenhauer 说吧 前面我没讲过 还是包括阿里斯塔特 阿里斯塔特当然是西方哲学史里边 西方科学史里边的一个 最早的2000多年前的这奠基人 By the way 我有一个讲座很短的一个系列 还专门讲过阿里斯塔特的一些哲学理念 那么爱因斯坦呢 对这个 对这个 对这个哲学 对世界的看法 因为我们这个讲座 不是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物理的东西 而是讲 就是在这个哲学 在世界上的这种看法 爱因斯坦有哪些不同呢 首先呢 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 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他对科学的研究的看法 基本是一样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去看待今天的世界 看看今天的宇宙 看看我们周边的一切 我们去看待它 去了解它 去接近它的这些方法 或者这种 这种理念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一种按照我们去研究科学的理念 是一样的 就好像是我们在做科学研究 我们研究的宇宙中的一切的奥秘 都像好像是在做科学研究 那么这个这个做科学研究 那么基本的一个框 思维框架是什么呢 思维框架是什么呢 未知的东西 并不代表是不存在 OK 或者是未知的东西 并不代表它是不可能发生 然后呢 就是这个是否发生 发生什么规律 都是靠我们的思考 靠我们的这个 这个是这个各种各样的研究 去一点点去发去发现 那么我们 OK 从这个 从这个 我们大脑这个人类的认知 人类的这种大脑 对宇宙的认知 当然这里包括知识的积累 包括从小长到大的积累 和这个一代一代通过文字 通过语言 这个科学的书籍的这种积累 就是人类对宇宙的认知的这个过程 OK就是一个逐渐接近宇宙统一的过程 这个宇宙统一 Unity with the universe 在这里什么意思 就是逐渐逐渐接 靠近宇宙的一些无穷无尽的奥秘 当然我们不可能永远拿到 把所有的奥秘都拿到 但是我们在逐渐接近这些宇宙的奥秘 OK 接近这些宇宙 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奥秘 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一步步去探讨 这个呢 实际上这个听着还是有点抽象 但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 这里我就随便稍微打偏一点 就是那个Richard Feynman 就是那个美国现在已经去世 七几年去世 很有名的量子物理学的量子物理学奠基人 他就说 他说我们发现这个物理定律 或者发现自然界定律 是像打一个比方像什么呢 就好像看别人下棋 就是假设你看两个人在那下棋 下这个下像棋 假设国际像棋啊 你呢不知道像棋的规则 假设你从来没有学过这个像棋的规则 你在旁边看 但是呢 你想知道这个像棋的规则是什么 那你就会看他两个人走的一步一步走 一步一步走 那么这个过程呢 你就会发现一些 很简单的规律 某些像棋子可以只能走斜线 有些只能走直线 有些可以走不走这么走那么走 但是这些规律呢 实际上在你发现的时候 你永远不可能很短的 你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 把所有的像棋规则全都发现 你是逐渐逐渐的探讨这些规则 然后你探讨 这个这个我发现这个棋子 永远不能走走直线 只能走斜线 那你就形成一 先做一个假设 这个棋子不能走直线 OK 然后呢 后来你就发现永远都是这样 从来没有被出现过例外 你可以说 这个好像是其中的一个规则 但你还不能排除这个规则被破坏的可能 那么还有比如说像那个 那个女 那个那个queen 就是那个王后 OK 王后呢 这个在那个那个象棋里 它是前后左右随便走的 但是呢 实际上你偶尔的你会出现什么 出现一个pong 就是那个那个兵足的小足的 拱一拱拱拱到底线的时候 变成王后了 这个你某种意义上 绝大部分你看象棋 你是不知道 但偶尔的你会发现 你这规则又被修改 就是人在一个不对象棋 没有任何的 象棋的下棋的这种标准 有任何理解的时候 在看别人下 他一边看一边在思考 思考这象棋的规则到底是什么 这个规则 在不断的在调整 在精细化 在把它修整 把它调整 然后逐渐逐渐 经过足够的时间 你可能会把下棋的这些规则全都发现 当然 假设这盘棋非常大 非常复杂 你可能你永远不能发现所有的规则 但是你会发现的规则越来越多 这个就是Richard Feynman 对这个科学发现 对人类对宇宙的认知的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呢 非常非常恰当 这里面呢 实际上也是爱因斯坦在那个时候 就是有类似的这种comment 就是说我们呢 对这个宇宙 对这个世界万物一切的理解 都是从一个无知到有知 从有知到变成知道的比较多 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只不过我们不可能拿到所有的秘密 奥秘 而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需要呢 运用一定的自由 就是这个Exercise of Freedom 那么这个自由包括什么呢 都是这个你要想认知宇宙 要想发现宇宙的奥秘 你要一个基本的自由 OK 一个呢是freedom from self 就是逃脱自我的自由 然后呢 freedom of expression 就是言论自由 freedom from time 就是对时间上的自由 然后freedom of independence 和一种这种 当然这种freedom和independence 就是我完完全全独立的自由 那说到意思 这就听着好像很绕 但什么意思 那就是一种思维自由 言论自由 和学术自由 OK 你只有在这种彻底的思维 和你的言论 和你的学术 和你这个整个的上 都没有任何约束的时候 你才可以去真正的去探讨 大自然的奥秘 OK 当然 这种自由 为什么爱因斯坦说这个 很显然 他自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 从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 他1930年 如果不到美国 他留在德国 先且不说 他是不是进一种 就集中营给 给打死 给弄死 即使他不进去 他那段在德国那段时间 他是不可能有真正的 任何的自由 OK 如果在1905年 1911几年 广义相对论 想一相对论 那段时间 在当时的德国 被纳粹管着的话 他就够呛了 他就可能 很可能十六八九 他就 他就不能去 去做任何真正的 去探讨大自然 奥秘的事了 OK 所以呢 他在哲学理念上 他对David Hume 对Emmanuel Kant 这两个这个像 David Hume 实际上是Emmanuel Kant的偶像 Emmanuel Kant 本身又是德国的一个 这个哲学家里很有名的一个人 他对他们的这种 Rationalist View 就是这种理性思维呢 是非常认可的 非常认可的 他认为呢 就是人呢 这个什么呢 就是人类探讨大自然的奥秘 不可能完完全全 依靠抽象思维 不是倒过来 我说倒过来 不可能完完全全依靠这个什么呢 依靠这个实验数据 要有一定的抽象思维 所谓的不能有实验数据 就是你不能完全靠观察世界 就靠观察 你就能够决定这世界的奥秘是什么 就好像我刚才讲的 看象棋一样 你要只是看别人的象棋怎么走 你不去思考这象棋 后面会不会有哪些可能潜在的规律 然后把这个规律呢 去不逐渐的和他看他下棋走的部署去验证 这个思考过程你要没有的话 你就在那看 那你和这个旁边一个猪和一只狗 在那看别人在下像棋有什么区别 OK那就没有区别了 对不对 所以就这个思考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爱因斯坦他这样来看 就是人类的知识不光是包括认知 不不不不是认知 不包括不不只是包括感知 还有认知 就是感知就是就是你能看到的 听到的摸到的说到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有思考能力 而爱因斯坦本身呢 他这一点呢 实际上和这个Spinoza的determinism 有一定的冲突 但这个冲突实际上我们看 但不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不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冲突 因为Spinoza认为世界上一切都是 物理世界的确定性 所以物理世界就是你把任何世界的 所有的一切事件 你如果把它仔细分到地去最后 都是由于他在最底层的那些分子 原子那些复理关系 OK 然后呢组合起来以后 变成这个世界的现在的关系 这里包括人的行为 包括人的行为 那这就是没有free will OK 没有自由意志 你的自由意志 你感觉是free will 可实际上underneath 你的自由意志 实际上是有你体内的这些大脑细胞 有你体内的这个所有的这个 这个神经元的最底层 最底层的那些那个电信号的传输决定的 OK Einstein在这上呢 是也是这么看 当然这个看法 你可以就有一定的 这就不细讲了 就和刚才讲的各种各样这种独立性和自由性 有一定理念上的incompatibility I would not call it 这个这个contradiction but it's somewhat incompatible 而这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Einstein在这个determinism 对世界的看法呢 它是基本就是世界是确定的 这个世界当然这个确定并不代表你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你只是知道这个东西呢 可能是由于它自己的内在的一些确定因素 他说everything is determined by forces over which we have no control we all dance to a mysterious tune intoned in the distance by an invisible player 就是世界上的一切 都是在一种被一个无形的一些因素或无形的力量在控制着 我们是不能控制着 只不过我们看不到而已 而且我们呢 是在这控制下进行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 我们就好像被这个神秘的力量在控制着 我们在跳舞 在唱歌 在干什么 这个上就是determinism OK determinism 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purely philosophical concept 就是你只有 只有这个把脑子思想去想想什么是这样的 就是你干的一切的事 你感觉好像是你自己想干就不干 或者怎么样 实际上这底层 你真把它挖到最下面 有可能就是因为 你的这个大脑中的脑细胞里的某一个原子 或者什么某一个这个这个这个与电子和这个chemical reaction 然后最底下的quantum这个quantum effect或者something OK 这个quantum后面还会讲这个确定有不确定的问题 就是造成你一个神经系神经元 这个fired a pulse OK 产生了一个脉冲 很小的脉冲 这个脉冲就诱发了其他的神经元 产生其他脉冲 突然就使你感觉 哎呦 我现在想吃个ice green 想吃个冰激凌 或者我现在想 想这个给谁打个电话 OK 就是这些东西 但是你自己感觉你是自己做的决定 有可能这个决定后边就隐藏着这么一个物理现象 这就是爱因斯坦说的这个意思 OK 就是这种你的一切 世界上的一切一切都有它内在的后边的这个你不 你不知道的原因 那么这样的一个看法 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implication 就是世界不是随机的 我刚才讲quantum 我刚才就说这个事 我们后面还会讲这个就量子理学的不随机性 因为这个量子理学是不随机的 而这个爱因斯坦的感觉呢 就是爱因斯坦的理念呢 就是世界一切都不会是随机的 必须有其后在内在的原因 OK 那么这个内在原因 爱因斯坦最有名的爱因斯坦说的一句话 就是god does not play dice with the universe 就是上帝对宇宙不会制骰子 制骰子 就是赌场里面骰子 六个面被啊一扔 然后是随机落下来 是也许是二 也许是三 OK 这种随机性宇宙间的随机性 实际上是contradicting determinism 就是和宇宙的这种确定性是相违背的 OK 而爱因斯坦那是相信spinoza的这种确定性 宇宙一切有他自己内在的规律 有他的确定性规律 我们只是在这个 在这个确定性的规律后 前面的一个好 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个傀儡一样 或者像一个这个木偶一样 只在这个确定的规律下 被操纵着做我们做的事 只不过我们自己感觉 我们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意志 所以呢这是一个 在爱因斯坦说的 I believe in complete law and order in the world which objectively exists 就是这个客观世界 是有自己内在的规律 内在的顺序 内在的秩序 这个秩序是这是我相信的 所以还是他这个看法 是使他对量子力学 有很强很强的疑问 这种疑问直到他去世都没有解除 OK 尽管量子力学实际上是大步的往前进 前进到最后就是 这几乎是让人目瞪口呆的准确 那个量子力学后边的那个 那些那种对世界的那种描述 真是让人目瞪口呆 就是他做出的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推出来的一些实验 推出来一些这个物理公式 能够准确和实验数据准确的小数点后 13位 你就想想能准确到这种程度 那不就是目瞪口呆吗 那真是就是奇迹般的那么准确 这是量子力学 但是即使是这样 从爱因斯坦的角度 当然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个白 这十几位小数点 是不是爱因斯坦 活着的时候就有的事 但是不管怎么样 爱因斯坦自己是不能接受这一点 他认为全世界的世界万物 都是有确定性的 所以这种 这种理念呢 对安算了 他还说了几句话 就挺有意思 就说正是因为他对这种free will 就是这种 这种这种自由意识 就是不确定性的自由意识的 这种存在的否定 他认为世界上一切都是 内在的固定性的 所以呢 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知道 我知道我认为没有自由意志 OK 人没有自由意志 所有的什么都没有自由意志 刚才前面讲就是这个 正是因为这一点使我呢 可以宽容我自己和别人的行为 不会跟他们去较真 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谁跟某些事 什么让我看着不顺心 某些人某些事 看着做的事 让我非常生气 非常的那个不顺心的话 我一想 哎呀 他的这个做这些事 不是他自己的决定 OK 是这个整个这个物理世界 就决定了他要做哪个事 所以我就不会去跟他 take him too seriously 或 lose my temper OK 所以这个就是某种意义 是一种半幽默的话吧 这个像 当然你把这话 如果把它extend 延长一些 那就是某一个人杀人放火 到这个法庭前面去审判 你别跟他较真 他杀人放火 是因为大脑里 某一个神经元 跳了线了 OK 最后的就产生了杀人的动机 那所以不是他的罪 那你要这么弄的话 那这世界不就乱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某种意义上 也是一种一种 很有意思的一种看法吧 好 那么我们最后呢 就是还是回到 爱因斯坦的宗教理念 前面已经讲到了 爱因斯坦 实际上是相信的是 pantheism OK 是泛神论 泛神论 我们前面花了很长的 这个章节去讲了 这个pantheism 这个pantheism 最有代表性的 当然就是spinoza 那么这个spinoza 和爱因斯坦 相信的这个上帝 这个神 OK 就是一个没有带 没有任何人情味的 这么一个上帝 或者是没有任何人情味的 一个神 而爱因斯坦的神呢 可以说呢 就是什么呢 他所描述的神 或者他所描述的上帝 就是 OK 就是宇宙中的物理定律 这种因果关系 由这个宇宙的各种各样的 物理定律 定律来决定的 这种世界的 这种运行的规律 运行的因果关系 这是第一 OK 第二呢 他的这个认为的这个上帝 这个神呢 是一个无穷的 无穷大 无穷powerful 无穷热 无穷大 就是很无限 无限力量的这么一个存在 而这个存在呢 不带有任何人情味 没有任何的和我们之间 有任何直接的 间接的 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恶意的 善意的 任何的接触 就是这个神和我们 是没有任何的 interaction OK 没有 是totally intangible it is subtle but not malicious 就是说没有恶意 OK 就是不会故意整我们 故意怎么怎么样 这当然都和传统宗教 有有有 有有有 有这个 有冲突 OK 这都和传统宗教有冲突 因为这个有像那 有些prophet里面讲 什么上帝把什么埃及 什么让埃及得瘟疫 惩罚那些坏人 什么之类的 那不就是有malicious吗 那不就是有恶意吗 然后呢 上帝没有人情味 因为他是spinoza的上帝 没有人情味 而这种 这种这样的上帝呢 根本不会关心 我们人类的好坏 OK 这个不会的人类的好坏 好坏 就根本不care OK 那么这样的上帝 再就用上帝 用爱因斯坦的话讲 是既天真 又像顽童 又是外星人 什么意思 天真呢 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小孩一样 那就是 也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alien呢 就是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是上帝和我们 没关系 OK 那么 然后这 下面我 我quote的爱因斯坦 自己说的话 他说 就是我相信的这个上帝 这个神 是spinoza的那个神 他只是 他只是 关心的是宇宙之间的这种 Harmony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而不关心我们人类是好坏 OK 然后呢 这是 这是好 这就是上帝对人的关系 这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跟我们无关 第二呢 就是开始他对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震撼 用这种震撼来描述他的 对神的这种敬仰 他说 the most beautiful and deepest experience a man can have is the sense of the mysterious he who never had this experience seems to me if not dead then at least blind 呃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一个人 ok 在他里话 这个人当然是一个一个有思维的能 他的这个最最美妙的 最深刻的那种感觉 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对这种宇宙之间的这种万物的奥秘的那种 那种那种感觉 OK 如果这种对宇宙的深奥的这种奥秘 这种mysterious 这种神秘的这种感觉 这种deepest和beautiful experience 又美妙 又深深的这种震撼的感觉 如果没有的话 说这人或者是已经死了 或者是瞎了 那么这个瞎在这里 在今天话 那么就是脑残 OK 他只能像猪像狗一样 他只能就是吃喝拉撒这几样 跟动物差不多 但是他不能去思考 不能去深深的思考 去感觉 OK 这个实际上就是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是这是他说的一句话 下面我们就是讲一些他讲的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话 说如果呢 这就是下面这一句话 我就直接用中文讲 他说如果呢 有人想说我是信教的 就是religious 说我有宗教信仰 而我可以向他解释 我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呢 我的宗教信仰就是这种无限的 对世界宇宙一切的这种规律性的这种崇拜 admiration 这种崇拜或者这种这种敬佩 OK 而这种无限的这种 就是这个宇宙万物的这种规律性 这种崇 这种规律性的发现 通过我们的科学 把它能够发现出来 这种规律性 这种这种这种什么 这种这种敬佩 这是我的宗教 我的宗教感觉 if something is in me which can be called religious then it is the unbounded admiration for the structure of the of the world so far as our science can reveal it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意思就是说 我的宗教上就是相信 可以通过我们的科学研究 去发现世界万物的规律 而我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什么呢 世界万物的这种规律的 这种logical simplicity 这种这种逻辑上的简单性 就是非常简单 咱们看一看 ensan的那个field equation 它那个广义相对论的 那个equation 当然那个equation 实际上是后面 是很多很多的数学 但你看那个equation 如此的简单 就那么几个variable ok 这么一个简单的 一个广义相对论的equation 能够把这个基本是 可以说量子物理 量子物理 就是那个 在最小微观的世界 以外的情况 全都是精确的描述 这种情况呢 ensan并不是用来说是 你们应该去来崇拜我 因为我描述了世界 我就是上帝一样 以这种非常美妙的公式 描述上帝 而是他是以什么角度来看呢 他说这样的美妙的上 这种描述 居然被我们发现了 ok 居然被我们发现了 因为他认为这不是他的 是他被他发现了 这种就是 my views are are admiration for the beauty of and the belief in the logical simplicity of the other which we can grasp humbly and only imperfectly 所以从这点就显示说 爱因散对上帝 或者对宇宙的这种 这种自己自感不如 自感渺小 就是这么漂亮的公式 居然被我们发现了 而且是我们非常的谦虚 谦卑的 这个而且不准确的发现 因为这个爱因散相当论的 这个东西 不可能是 ultimate description 只不过是往前走了一大步 将来若干年后 我们不知道多少年后 肯定会有物理上新的发现 会对爱因散的 这些重要的发现 有一些调整 有一些修正 就跟爱因散对这个 六顿的发现一样 所以这点 他自己也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种东西呢 就是实际上是 是隐含在他的这种 宗教的这种信仰的 这个后面的这个 潜台词 OK 在1954年 N3写过一封信 这封信呢 他是 他是这么说的 我直接用英文讲 用中文就讲 他说 他说这封信说 对我而言 上帝这个词 无非是人类软弱的 表达的产物 OK 圣经呢 只是一种 是一种 大家很尊重的 这种 这个 这么一个故事 总集 而这样的一个 圣经 这个这本书里面 包含的只不过是一些 很原始的 传说的一些集合 就是一把一堆 原始的传说故事 给 放到一起了 对我来说 圣经 或者是 对我来说 犹太教和其他的宗教 是一样的 只是一种 一种什么呢 就是我 用 翻成现在的话 就是小儿科及的 幼稚的 迷信的体现 这个英文原意的什么呢 For me The Jewish religion Like all other religions It's an incarnation of the most childish superstitions 他把这个圣经和这个基督教 就基本就是给描写成小儿科 这都是很幼稚的小儿科的体现 是一种小儿科级的迷信 他这封信 实际上在2018年 在这个 不知道是在Sotheby's 还是在Christie's 被拍卖了 这一封信卖了290万美元 OK 就这封信的原稿 这个顺便提一下 爱因斯坦的那个 狭义相对论的那个原稿 他写完了以后 给上交了以后 结果那个原稿 他就给撕了 扔废纸楼去了 结果这狭义相对论 一下声明大振 居然这么伟大 一理论上提出来 别人说是 我们还需要这个 需要你的原稿 他结果他一找坏了 找不着了 给扔了 最后赶紧又重新写了一份 用手 等于自己又又把 用手写又写了 把那个原稿 又重新自己手复制了一遍 复制一遍 这个原稿就留下来 留下来 在若干年前 我不知道是什么 哪年 也是被拍卖 拍卖了一千万美元 OK 这个发大财的人 不幸的是 不是爱因斯坦的后代 是别人 是收藏家 这个 然后咱们继续看看 爱因斯坦在这个 他这个Pantheist Pantheist 这种view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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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ity of supreme God of divinity 他说呢 人类的大脑 不论多受过多么 不论多么受过训练 都无法掌握宇宙 OK 我们就像一个小孩 进入一个巨大的图书馆一样 在图书馆的墙壁上 天花板上 铺满了各种不同的语言和书 OK 这个小孩呢 知道一定有人写过这些书 但是不知道是谁写的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写 也不知道他写的什么 甚至不知道他写的 使用的语言是什么 这小孩都不知道 但是 这小孩注意到书本的神秘 但又不可理解的安排顺序 他已经隐隐约感觉这些书不是随便的扔在那的 他有他的顺序 只是隐隐约感觉到呢 这后边有一定的规律 然后呢 爱因斯坦说呢 在我看来 这就是人类 不管他自己是多么伟大 多么有知识树养 对上帝理解的现状 我们看到的宇宙有一种奇妙的顺序 并遵循一定的定律 而我们呢 对这些定律呢 只有模糊的理解 我们有限的头脑 头脑无法全部理解 那种驱动星座驱动宇宙的那种神秘的力量 OK 这个呢 就是实际上 这句话实际上 听见一个小孩在图书馆里 看到那么多书 知道这些书有规律 但又不知道这规律是什么 这实际上就是跟那个和那个 Findman讲的那个看别人下棋 看到那棋在那 按照一定规律走 但是不知道这棋的这个 这规则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是一个概念 就是对世界万物有这种规律 这种规律 我们是对他有一种敬佩 我们在尝试尝试着寻找 但是我们寻找只能找到一些简单的东西 找不到真正的最后的奥秘 OK 那么这个某种意义上呢 就是他的这个最终的奥秘 就是这个Ultimate Secret of the Universe 在他的定义里就是他的神 就是他的Pantheistic God 最后呢 我们再引用一段Einstein说的话 这都是Einstein自己说的话 所以这个用通过他说的话 我们能看出了他对宗教 对这个宇宙的理解是什么样 就是世间存在着一种 我们无法真正理解的知识 我能看到的只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原因 显示出无穷光芒刺涉的美妙 这种美妙 这种美妙使我们只能用非常有限的理解力去看它 拥有这种内心的情感 就是真正的虔诚态度 我深深的虔诚就只停留在这个层面 OK 然后呢 就是这 in this sense and in this sense alone I am a deeply religious man OK 就是这种 这种 这种正是这种知识和情感 构成真正的宗教态度 而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说 我是一个宗教的 我是一个虔诚的信奉宗教的人 实际上这就Einstein就等于说 你说我信不信宗教 我信宗教 但是here is what I believe 我的宗教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义 这定义就是对大自然的无限敬畏 对大自然的这种 这种这种美妙 这种深不可测的美妙的 这种无限敬畏 而这种后面隐藏的那个抽象的那个大自然 那个God 那个pantheisticGod 就是我对他的一种敬畏 那这种敬畏就是我的宗教态度 所以呢 这一节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 就是讲到Iinstein 这个这个对宗教的看法 从这点我们基本可以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OK 爱因斯坦 信的这个教 所谓爱因斯坦是带有宗教的 信宗教的 和我们传统的理解的信宗教的 是不但是不是一码事 而且是可以说某种一样是对立的 OK 所以这个 这个这就是这个定义上的这种 这种很很明细的能看出 爱因斯坦实际上并不信 今天的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宗教 下一节呢 我们继续沿着这个呢 再看一看爱因斯坦在他这个狭义 关于相对论 相对论中 有哪些重要的哲学理念 这个导致他最后对这些 这个这个狭义相对论 尤其是狭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的这种 对这种时间空间 宇宙的理解 实际上这后面都隐含着一些哲学理念 这个呢 我们下一节呢 接着讲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